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这次是走上了丙茶茶之路219的 从茶瓦龙出来 又来到了这个鹿江大桥 前几天我们来到这里打过卡的地方 这次是两人一车 看一下这个鹿江大桥 鹿江大桥观景台 这个是在山体岩石里面 按找的洞子来打的这个锚点 钢索桥哈 钢索桥 鹿江大桥 上次已经在这里打过卡了 这个观景台还可以 而且这里有信号 茶茶这里还有一个 相传茶瓦龙为美丽雪山西面 原本是野兽横行的无人区 美丽雪山众神 为平衡生态系统出源 两方引入南鱼 鱿鱼有两条血脉 焦之鱼出了赤鱼来的茶瓦龙人 如这两条河生气 教会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与世界这么大 你我永远千里来相会 哦 这两条河是这个意思啊 这边是鱼河 然后是男鱼鱼 这边是男 那边是鹿江 这边是渔区河 尾区河 好像 渔区 哦渔区 然后是男鱼两条河混在一起 嗯 就在这里交会 千里一年 千里来相会 哈哈哈哈 是吧 哈哈 有言千里来相会 这次鹿江大桥 在这个219桂带上 也是相当重要的哈 非常重要的一座大桥 好吧继续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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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擦擦路上 在深山峡谷里面 非常漂亮 回来体验一下 哎呀黄得很 看不出来 刚刚路过了这个前面这个结杂村 继续往前走 哇这边这个树太漂亮了 看看 树干又粗壮又直 又高 前面往前走多远 有没有信号 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这么早扎云的话 觉得太早了 今天走这个219 来到了这峡谷里面 风景倒是美好 但是没有信号 往前面应该要到雪山上 那个村庄才有信号 啊还不知道有多远呀 啊还不知道有多远呀 看一下这峡谷里面 在火列上的有着 木桥 应该是有当地的村民 进到那个山谷里面 山谷里面去 嗯或者说放木呀 或者说干什么工作的啊 当地的这村民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在峡谷里面 特别漂亮 还有多远到有信号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只能继续赶路了 这辆车还是非常真气哈 哇塞这上面这么多吉巴要 搞不了就算了 这也是好的 那就继续出发吧 哇这里是一个天门呀 两边这么狭窄的一个峡谷里面 穿过去都是悬崖 修了多桥 这种景色很难见的哦 有万化民又一村穿过来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啊 219家 我也不知道啊 那在路边上有个 兄弟也在这里露营 准备做饭了 那是不是在这里一起露营啊 啊 那就一起露营吧 不行 我看一下前面有多远 在会儿 问一下再说 这个位置应该是木空雪山 直播间的朋友 哦不是 看视频的朋友们应该 走过这条路的应该知道 这个位置就是木空雪山嘛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有信号 要翻过这个雪山嘛 我们还有几十公里到这个 木螺村 但是到木螺村的话有点远 在这个位置好像晚上也有信号 还有电 所以说就在德旧通这个位置 啊 在云了今天晚上 在那个桥头碰见两个 搞通信店的老乡 啊 问了他们一下 这里叫德旧通哈 这个位置 以前也算是一个驿站吧 看到没有 那这里还有 还有房子 路通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多 人在这里留树了 看在这里森林 这里叫德旧通 这个牌子上写的 哦那边前面那个牌子上写的德旧通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了 这里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 也在这里注意 嗯 他的帐篷已经扎好了 看这小伙子 我要搭在这里 可以可以 搭在哪个板子上也可以 嗯 可以 搭在哪里都可以 我的小伙子已经 已经到帐篷搭好住宿 住宿进去了 看 我看还有铁架床啊 一千 啊 那铁架床一千人 在这里可以 住宿的 住宿的啊 跟过路可以住宿的 嗯 要么你就做 晚上在那个木板上搭帐篷了 里面有块木板 可以呀 非常好的地方 非常漂亮哈 这个地方 巴士哈 得就从这个位置大银